- 高清解密,我們回歸了,我們終於回來了,我們失蹤了很久 - 我是Gladys,我是Sumi,我們又跟大家見面了 - 為什麼這麼久才有新的一集呢,Sumi? - 新的一集嗎? - 其實是不是不應該問你?我們兩個都不知道 - 原來我們都不知道 - 大家都忙了 - 你又忙臭女,我又忙考試 - 還有我們的Studio都搬了位置 - 在這個期間,我們暫時沒有容身之所去錄音 - 終於現在我們搞定了,那個錄音室可以找到一個地方安置給我們錄音 - 所以我們又回來了 - 但是我們這次也不怕告訴大家 - 是一連錄很多集的 - 就做儲備的 - 因為我們下次再夾時間 - 不知道什麼時候 - 我希望下次我們可以盡快再夾時間 - 跟著就可以不用斷了 - 中間 - 對 - 因為我們都不想經常沒有新一集給大家聽 - 不過就算我們沒有新一集的時候 - 大家都可以重溫我們以前的集數 - 其實不知不覺我們都已經做了很多集了 - 是的,好像一百五十幾還是一百四十幾集 - 是的,就足夠給大家聽到 - 差不多暈倒了 - 如果去重溫這百幾集 - 這集出門的時候應該已經踏入農曆的七月了 - 是的,就好像又跟著我們以前的傳統 - 我昨天找資料的時候就發現 - 我們每年到農曆七月的時間 - 總是會安排一集 - 就會講一下鬼故認下節 - 我們今年都是 - 秉承我們多年的傳統 - 因為剛才說過 - 我們其實已經有一百五十幾集出了 - 算一下算一下 - 其實我們做了幾年了 - 這個節目是吧 - 是的,做了幾年了 - 所以這麼多年來 - 我們到農曆七月我們都會有講一下七月節的習慣 - 今集我們都會講一下七月節的事 - 我們就不是從中風風講回以前說過的事 - 我們都有一些新的事帶給大家 - 還有我自己也有新的個案 - 可以告訴大家 - 好,那Gealice先分享你的個案 之後我再講一些關於七月自己的事 新鮮滾熱辣 講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話說八月三日踏入農曆七月 一踏入去 我第一天已經有靈異事件發生 其實這件事有得解釋 但我先講一個故事內容給大家聽 讓大家幫我分析一下為什麼 話說有一天我去到一個鵝鵝區 如果大家知道我在哪裡住 可能都會猜到在哪裡發生 因為在鵝鵝區的一個大型商場 那個商場連接地鐵站有一期二期 三期還在下建 還在建 還在建 還在開的 話說這件事在一期發生 我跟我女兒去一期的餐廳吃晚飯 吃完之後我女兒就跟她走走 打算走完就回家 但走走她就說要去廁所 於是我就跟她去廁所 我女兒三歲半 她要去小朋友廁所 商場裏面有個親子的廁所隔 Sumi有沒有見過那些親子廁所隔 有見過的 我住沙田 其實那裏有好幾個大型商場裏面都有 我想類似的設計都大同小異 應該是不是裏面有兩個廁所 一個是小朋友的廁所 一個是大型廁所 對 它就獨立好像殘廁一樣獨立一個 裏面有大小廁所隔一 我去到親子廁所那裏去廁所 離遠的時候又見到那個 因為現在商場裏面很先進 有個牌子在燈牌 寫著有人會說使用鐘 沒有人的牌子就不會穿 我去到的時候就見到牌子沒有穿 於是我就推門 按門柄推門進去 誰知道開不了 開不了 於是我高頭看著那個燈牌 就著了燈寫著使用鐘 我就跟我女兒說 有人用緊 我們不如等一會 然後等的期間 你知道小朋友很心急 我女兒想按門柄下來 想推 我就叫她不要這樣做 然後就聽到有小朋友的哭聲 類似 但就不像是三四歲那些 即是像是BB 即是未懂得說話 因為是哭的 我就以為在裏面傳出來 但都沒有想 因為以為裏面真的有人 然後等了一會 都還未出來 然後我就跟我女兒說 要是你去女廁那裏 不如看看有沒有小朋友的廁所 因為有些女廁裡面也有 然後就帶她進去 進去看見有些嬸嬸在 我女兒就說 不如問一下嬸嬸吧 她就自己去問嬸嬸 有沒有小朋友的廁所 嬸嬸就說 沒有啊 你有外面親子那一格 那一格就有了 於是我們走出來 中間這個時間大概是三十秒左右 出到去之後 就見到 又是沒有人 那個廁所隔 沒有著燈 然後我又再 就是 按 推門 接著又推不到 接著呢 我就以為是 裡面就 有人 有小朋友 可能開了那個鎖 接著又鎖了 這樣 於是呢 我就繼續在這裡等 等等 我又再惡高頭望 又見到沒有著燈 是 接著我就推門入 那我開到那個門 嗯 那我就以為 裡面是有人想 剛剛開門想出來 所以就 輕輕推 裝個頭進去 就是想著是有人會走出來 嗯 怎麼知道裡面是沒有人的 那 那時候我就沒有想那麼多 想著可能是那個門鎖壞 或者是怎樣 嗯 接著我就 照進去 去廁所 那去完呢 出回來呢 關了門 我們走 走的時候呢 我特意轉著臉 再看一下 那個燈牌 又沒有 突然間著了 試用中 嗯 驚不驚 這件事解不解釋得到呢 我講過給別人聽 講過給我朋友聽 那他呢 就說 都有可能是 燈壞 或者鎖壞 但是呢 就是你鎖壞 它會掉下來 鎖到門 就可以解釋得到 但是怎樣把那個鎖 掉下來 再開回來呢 這件事就很難解釋到 是啊 還有 那剛才你聽到的那些 嬰兒哭聲 是從哪裡來的呢 嗯 那我不排除 那些哭聲 可能是在女廁 或者男廁 傳出來的 這件事也不排除 因為那個 親子隔 又在廁所隔離 就是男女廁 隔離附近 是的 那也有機會 因為始終 女廁那裡 都會有些設備 正常 要有些設備 給這些 再小的小朋友換片 還有它隔離黏住 也是浴櫻室 哦 那當然 但是我沒有留意 浴櫻室 是有沒有人在用 是的 但是門鎖那部分 真的很值得去深究一下 其實 沒有可能是可以掉下來 再上去 但是燈那部分 有機會是壞了的 因為其實都見過 不少地方是明明推進去 但是其實那個燈是壞了 因為這個我見過 但是一時開到一時開不到 這件事就很難解釋 太難解釋 這個就是新鮮熱 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另外一宗我又可以講一下 不過這一宗我已經拆解了 下一宗拆解了 對 拆解了 有一宗又是我家 話說我家的升降機 經常都會早一層開門 就是我試過 例如我住 例如這個不是真實 例如我住30樓 他就在29樓開了門 我曾經試過 通常搭電梯 你很少會自己一個人搭 尤其是看著電話 一入電梯 走到家門口才發現 為何鎖不同了 然後還想開門 但是看到鎖不同了 然後就看著 原來是 現在是29樓 就是做了一層 我又曾經試過 隔離屋 我又見過 隔離屋 因為我們出門的時候 看到隔離屋 在後樓梯出來 他就說自己 又是按了30樓 然後29樓開了門 又是兩個猛成成 走出去 然後就發現 不是自己的家 然後就走後樓梯上來 他們就很大膽 夠膽走後樓梯 我就會寧願丟回電梯 尤其是一個人的時候 可能他們兩個人都沒那麼害怕 兩個人應該沒那麼害怕 我又曾經試過 跟一個 住同一棟樓的鄰居 一起搭電梯 譬如他按十七樓 但是電梯就在十六樓開了門 然後他又慢走出去 但我沒有叫他 哈哈哈哈 他可能又要走後樓梯上去 或者等過電梯 這個你又怎樣解釋 但是不會那麼巧合 為什麼不會那麼巧合 我的意思是說 不會那麼巧合有人按了電梯 那麼巧合有人按了電梯 拿到又沒有人 對 例如說 如果電梯是停同一層 例如你住三十樓 無論誰按電梯都停二十九樓 這樣有機會是基建問題 如果不是 就 無論有人按什麼電梯 例如 他會停十五樓 如果每次都是這樣 真奇怪 真的 嗯 即不是每次幾樓 試一次 嗯 怕不怕 如果在七月發生的時候 會不會怕 怕的 以為不知開門去了哪裏 其實因為電梯這兩個東西 一直都有很多的城市傳聞 因為電梯是 以前的人說 電梯這件事是有點邪邪地 因為有人覺得電梯可以去地獄 可以去陰間 或者可以去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其實很多鬼故都說過 有人經歷過 打開電梯是一些不知什麼的地方 或者去了不知哪裏 是啊 你說得對 又是很邪的一個地方 因為 我記得 早一個月左右 明珠台曾經 重播過一個 禮徹的電影 禮徹主要是拍一些靈異小小的電影 那個電影的主題都是一架電梯 他就說電梯裏面是混電梯 那混電梯呢 又不是一個人混和 又不用那麼害怕 那是六個人混和 但是可能更害怕 因為原來電梯 那時候就會停電 沒有電 然後就變成黑漆漆 黑漆漆 黑漆漆 幾秒之後 就一個人死了 就是慢慢 這部電影裡面 最後只剩下兩個人在電梯裏 其他人死了 那 於是那兩個人 就 大家 就 說大家是兇手 是不是 而外面 那個 大廈的保安 就只看到畫面 看不到裡面發生什麼事 也聽不到裡面的人說什麼 就是只看到關燈 開燈 然後就有屍體 在裡面 而他們呢 也都開不了電梯 他們曾經 找人 就是在電梯槽裡面 掉下去 去開 就是想在電梯上面那個位置 開那個 通風那個位置 走進去電梯裡救他們 但是呢 連那個電梯槽 爬進去的人 都跌死了 就是跌死了在電梯頂 就是電梯頂 就是電梯頂又多了一條絲 然後裡面又有 就是六個剩下兩個 就是四條絲 四條絲 即是前後有五條絲 是啊 是啊 那後來的結果 當然是不說 大家自己去看看 結果是怎樣 其實也有人解釋過 為什麼電梯是這麼邪 因為其實電梯這件事就是 好像是 怎麼說 好像一個密室一樣 因為它是不見到陽光的 所以就很陰 陰氣很重 還有現在電梯有一種很 現象的特色 就是 裝滿了鏡子 現在好像少了一點 不過 都是有點冷冰冰的感覺 對 不是鏡子 都是有點類似反射 反光 你可以蒙蒙的 蒙蒙的照到一下鏡 或者現在的女生很喜歡 在搭這個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會照鏡 是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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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頭髮有沒有亂到 不斷整頭 在那裡 其實 這其實是一個很壞的習慣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鏡子 特別在那麼陰氣重的地方 很容易 朋友仔 會在裡面 看出來 或者在裡面 你會看到一些 你不想看到的東西 不過我覺得 如果只有一面 是OK的 如果四面都是鏡 我就 害怕人 因為照鏡的時候 後面又有一個倒影 好像有很多個人 可能其中一個倒影會動 突然間 而且有很多鬼故事 都是電梯裡面 就有一個閉路電視 接著那個康間 就看到裡面的閉路電視 是有人的 但是到地下 電梯到地下 開門是沒有人的 其實 也有很多人說 說過 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之前 我沒有記錯 是大部有一條的 公共屋邨 也試過有一個鬼故事 出現過 就是說每晚 晚上 總是某一大堂 有四部電梯 總是其中一部 就會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 但是哪一條屋邨 我就不記得 但是那時候 都趕到幾行下 嗯 那我可以開估 究竟這部電梯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呢 其實原來 有一個 做電梯維修的人 告訴我 原來如果一部電梯 整天在早一層停 原來它是電路板的問題 所以它是需要 是時候維修整電梯 整完之後就沒有問題 如果你家裡的電梯 在早一層或者遲一層 在七月裡面 是這樣發生的時候 你就不要深多覺得是 去了一些不知道什麼地方 或者有鬼 其實是電路板的問題 因為我有朋友 在我講完這些故事之後 他又回應了一個類似的鬼故 他一直都以為是鬼故 直到我告訴他 是為什麼呢 他才拆解了 話說他以前 就是 又是回家 例如住六樓 他就在六樓 按了六樓 又是盲中中的出電梯 打開門的時候 他就說 出到去 好像去了結界 因為整個走廊白蒙蒙 然後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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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因為出到去 你知道五樓和六樓其實是一樣的 結構 不過門就不同 他就說 好像去了一個 第二個空間 又不是他家門口 又白蒙蒙 又有白蠟燭 後來我就問他 你其實是去了多少樓 結果我看到 他說去了五樓 我說 我早一趟 停出去 他說當然是電路板有問題 早了一趟開門 而你呢 出到去 剛剛七月 七月別人就拜神 拜神也有可能 是別人家人有人去了 那就有白蠟燭 於是你看到 以為自己撞東西 其實就是電梯的問題 要維修 其實有時撞到這些奇怪事件 有些情況是自己嚇自己的 所以有時候也不用這麼快怕 其實應該看清楚 看清楚 看清楚 知道原因才害怕的 就像我剛才親自隔 我也是去了 才算 可能是自己嚇自己的 雖然是很難解釋 不過也不排除有壞的原因 壞的可能在裡面 是的 那你有什麼關於七月節的禁忌 或者要小心的事情 提醒一下我們的聽眾 對 剛才Ganis也分享了不少的個案 你有十分鐘 是的 其實現在近期是否很熱烈 晚上就出去找精靈 是的 可能真的找到精靈 是的 找到另類你修復不到的精靈 或者用不到精靈 或者修復了你的精靈 其實大家都晚上要小心一點 還有出少許夜街 雖然大家都很想出去捉這個精靈 年輕人就不會聽你說的 不過有沒有一些 可以有些提示給年輕人 就算你出街 你都盡量小心 這樣的提醒 是的 第一樣 我上網看到這篇文是挺有趣的 就說 原來周身飾物是其中一個 令到朋友很喜歡跟著你的 其中一個原因 例如那些女生很喜歡戴到全身都 手牙 或者很多的 啵啵啵的 有些響聲 例如圈撞在一起 你的手搖 有些聲音 叮叮噹噹噹那些 可能會跟著貓 但他們說有些朋友仔 很喜歡這些聲音 會跟著你 或者你很喜歡穿一些紅繩 用一些紅繩掛著飾物 都會有機會跟著你 就是大家出去捉精靈的時候 就不要戴紅繩 還有不要叮叮噹噹噹的 帶很多飾物 好 帶很多飾物 手牙 頸鏈 還有呢 搭地鐵的時候 儘量沒有搭車頭車尾 在很晚的時間 因為 這個地鐵會跟你持相反意見 地鐵經常叫人去車頭車尾 容易上車 但它是說繁忙時間 我是說太晚的時間 其實都很容易上車的 但有時太晚 那些朋友仔可能都要回家 這個我又覺得可以不用跟你的 因為呢 因為呢 香港呢 就算尾班車呢 都幾多人下的 地鐵裡面 對 可能你都要去到車頭車尾 才容易些 有位置坐 對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貼士 因為我們就說 那些朋友仔比較喜歡車頭車尾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另外呢 有一個都 我看了這個 這段文章 其實他講 就覺得 信不信呢 我就不知道了 那他就說呢 地下的錢呢 盡量就沒有收拾了 那一定的啦 這個小朋友的時候 家人 爸爸媽媽媽都有搞的 對 還有自己跌了的錢都沒有收拾了 對嗎 例如跌了那些銀子 嘩幣了 不要帶那些五百元 一千元的那些 是跌了幣的 為什麼那些人說不收拾呢 就說 因為這個月好多朋友仔 在陽間活動 那在這個 怎麼說呢 在佛教或者是道教儀式上面 覺得跌了在地下的錢 就是被他們用來 向牛頭馬面 去給他們買路錢 如果你跌了下去 就好像是 那些朋友仔 可能會覺得是 好像你搶了他的 他的買路錢 可能有些不高興了 嗯 那還有些什麼 還有呢 就是 小朋友呢 就要留意了 吃飯的時候呢 不要貪玩 就把他的筷子插在碗裡 其實不是只有小朋友的 我有時候都會插在飯裡 其實都是不對的 其實不對 為什麼不對呢 這個我也知道 就是拜神 大拜 那就是 你拿個碗飯 那的飯就很香 嗯 那個一個盆子 那的筷子會很香 那令到一些朋友仔 好像以為你去拜祭祭祠 他們都會來吃的這碗飯 然後呢 你又去吃和他吃飯 那又不是很好的 嗯 另外呢 有一篇文章的部分 我覺得挺有趣的 不知道是否真是假 原來如果你剛好在農曆七月生日的話 那就不幸 因為現在人們很流行 晚上十二點就搭日生日 就去唱三天歌 去慶祝的 但如果你七月都做回同樣的事 很有機會惹到一群朋友 或者多了幾個人來和你慶祝生日 那就熱鬧一點 但不知道你會被他們嚇倒 因為那些朋友一直以來 大家都覺得他們對熱鬧、高聲、娛樂是很有興趣 所以大家都知道是一些娛樂場所 很多這些朋友會去玩 例如是二次城、電台、錄金室 或者是一些酒吧、酒店、賭場等 這些地方有很多朋友 你剛剛是不是說錄音術 是啊 即是我們這裡 那我就不知道 那好吧 還有沒有呢 那你快點說 我們下班 我們下班 我免得 差不多 還有一件事說挺有趣的 就是說 我看那篇文說是台灣 有人意義 晚上帶著粗鹽到街 會比較安全 但是信不信由你呢 其實鹽這件事 我們之前都說過 其實是有熱症和有驅邪的作用 但是行不行呢 曾經有空姐介紹過 就是住酒店帶著包鹽在身 是啊 當然有什麼用呢 我們可能是不是下集先說 可以下集先說 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了 下集不如說一下 你知道七月八月都是旅遊旺季 也是農曆七月 也是人家旺季 我們又可以說一下旅行方面有什麼要注意 好嗎 下一集再見 下一集再見 拜拜